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先来看一看北京的疫情 用官方的话来说 就是北京正处在防控疫情的关键阶段 到底怎么个关键法呢 大概是这么两点 第一点,北京的社会面还存在着隐匿的感染源 那言下之意,没有把这些感染源完全的捞出来 第二点,北京社会面的传播链没有完全被斩断 那有一些被斩断了 有一些很有可能还在持续的蔓延 这就是来自北京官方的一些说法 未来究竟会怎么样呢 北京人也在等待和观望 而就在5月5日 5月5日,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北京市委市政府当天下午突然发出了一封感谢信 对这封信,北京人有不同的解读 北京这一轮疫情以来 尤其是5月份以来采取的防控的措施比较的多 其中有一条看上去轻描淡写 但其实比较值得玩味 这一条说的是什么呢 北京官方在5月4日就介绍了 对密接的政策有改变 密接人员应该实施10天集中隔离加7天居家隔离 次密接人员实行7天居家隔离 那么此前密接人士的隔离的办法是14加7 这个政策同样也适用于从境外进入北京的人 为什么说这个调整这个政策是有看点的呢 首先有一个背景啊 就是从4月11日开始 中国有8个城市进行了试点 就包括密接人员缩短它的隔离时间 从14加7变成10加7 试点的时间是4月11日到5月10日一个月 试点的范围是8个城市 北边的话呢是大连和青岛 往中间靠海边的就是上海宁波以及苏州 再往南走就是厦门广州 那么往内地去往西部去是成都 一共是8个城市 一般的做法呢 4月11日到5月10日试点才算结束 在试点结束之后 8个城市会把经验做一些分享 那么中国卫健委理论上呢 会在八把关在研讨一下 是说继续扩大试点呢 还是说整个全国推广呢 或者说试点就戛然而止 那都有可能 那么现在在一个月不到 北京就已经加入到了这个试点城市的做法 所以还是比较的急 不少人就认为 这是中国是不是说在放宽防控呢 那从时间上来转 14加7变成10加7 那理论上是松了一点 但是其实在八个城市开始试点的时候 西方媒体援引知情人的说法就是 进行缩短隔离期的试点 是为了减少隔离地点 相关人力和物理成本的压力等等 并不意味着中国放松清零的政策 所以这个表态 这个说法呢 结合上海的情况来看 是比较准确的 就是把隔离时间缩短这个单一的措施呢 他很有可能是北京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 要为如果说疫情一旦失控 或者说社会面感染的人数比较的多 那么他要为分控来做准备 未雨绸缪 因为上海其实已经是提供了一些经验的 4月2日孙春兰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突然去到了上海 4月4日到6日 上海就进行了首轮的大规模的核酸筛查 当然配套的策略就是上海 大规模的分控管控防范等等了 上海因为实行的是比较严格 甚至是严苛的策略 所以要转运出去两大群体 一个就是感染者 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和确诊的患者 主要去的就是定点医院 放层医院集中隔离点 另外一个要转运的 非常庞大的群体 目前的数字呢 已经是到了至少60万人 这个就是密切接触者了 密切接触者的应对和处理呢 某种意义上是要比阳性感染者 还要麻烦一点 因为一个方舱医院 大规模的可以容纳几千人之多 但是密切接触者理论上 他要单人单肩来进行隔离 所以上海在感染者人数高涨 同时呢其实就导致密切接触者又非常的多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一直是非常的困难疲于应对 因为要找很多的房源来把密切接触者隔离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 浙江和江苏两个省至少是支援了上海六万个小房间 单独的房间来接纳上海转运出去的密切接触者 所以如果说要14天待在隔离点 那对于房间的左转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现在北京也是借鉴了八个城市的经验 尤其是上海的经验 十加七的防控的策略 那有一些媒体就报道呢 把重点就放在了是针对从国外回到北京 进入北京的这些人 那其实这个数量是非常小 是比较小的 最核心的还是说 北京的疫情如果说一旦失控 呈现了像上海那样的走势 用北京官方自己的话来说 一些隐匿的感染源就是没把它捞出来 是后面的感染链 又在持续的发生感染 那么最坏的准备 就是要大规模的转运集中隔离 密切接触者 所以北京的一把手 那蔡奇显然已经是做了最坏的打算 在最坏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背景之下 北京时间5月5日下午大概是三点钟左右 北京市委市政府突然就看出了一封 致全市市民朋友们的感谢性 性还比较的长 此早也比较的华丽 当然核心的意思可能就是两点 第一点眼下的态势形势究竟是怎么样的 第二点 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做些什么 眼下的形势就是 北京遭遇了来势汹汹的奥密克戎变异株 引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因其传播速度快 隐匿性强 穿透力超长等特点 就让北京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 最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 那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要干些什么呢 大的方向就是要坚持动态清零 总方针不动摇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快自当头 争分夺秒 尽锐出战 全力以赴等等 那么小的方面就是官方又强调 要现在继续延续五一假期的一些做法 就包括继续开展核酸筛查 继续暂停堂食 暂停开放公共文化场所 调整相关区域的公共交通运营 倡导居家办公 此外还有中小学暂停返校 出入公共场所 严格查验核酸阴性证明 进一步减少人员流动等等这些措施 那其实普通北京人最关心的 包括西方媒体也曾经问到的 北京到底会不会封控呢 到底感染者有多少例 北京就会封控呢 那这封感谢信是没有直接来提及到的 在之家市中 那可以和北京这封感谢信 相提并论的就是 1月10日天津市市委市政府 发出的一封慰问信 开篇称天津市民为天津的父老乡信 那么在这封慰问信之后 天津当时是中国第一个受到奥密克戎病毒 以及德尔塔病毒毒株双线夹击的大城市 在慰问信发出之后 就采取了大规模的核酸的筛查 以及比较严格的分控管控的措施 所以这一次 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出的一封感谢信 北京人也在评 这是不是说有一些后手很快就要到了呢 这封感谢信的结尾 文字是说 人间最美四月天 万物繁茂 赢下来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有权势上下同心抗议 我们完全有信心 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 那这封感谢信 还没有直接提习近平的名字 区别于天津的那一封慰问信 北京市官方在5月5日的下午 公布了疫情发展的最新的数字 那么在5月4日 15点到5月5日的15点 又发现了感染者是39例 其中一例是在社区筛查中发现的 那么算下来 从4月22日这一轮疫情起来 一直到5月5日的白天的时间 一共是552例的阳性感染者了 北京的官方 现在已经为220名确诊者的样本 进行了病毒基因的测序 结果发现 整个北京市至少是存在 两条独立的传播链 与近期北京外聚性的疫情 以及外溢到其他省市的病毒序列 比对下来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是对220名确诊患者的样本 所发现的传播链 那其实还有300多人 所以这个传播链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北京是不是把所谓的 社会面的底数摸得清楚了 那这个可能只有官方自己知道了 总的来看 北京对于是否要封城 或者说非常严格的封控措施 要不要推出来是比较犹豫的 因为一方面 它是一个人口非常多的超大城市 同时中国的首都 它的政治的特殊性 是显而易见的 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 现在议论比较多的 就是北京正在对公共厕所进行 严防死守 一次只能进去一个人 这个人出来之后呢 厕所的保洁员第一时间进行 消杀 清洁 然后第二个人再进去 从理论上来讲 这样的一个严格的策略呢 是能够防止所内感染 厕所内部的感染 但是有个现实的情况 不要忘记了 公共厕所的外面 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大的 公共厕所外面 一般来说都有女士在那排队呢 从上海的经验来看 过往上海在核酸筛查 小区的居民下到地面上 排队时候就造成了感染 所以厕所外面如果说排起了长龙 那感染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所外感染 那怎么控制住呢 如果不把人给他管起来 或者说有效的来阻断 进行限制 那确实是固头不固定 接下去快速的看看 上海的疫情的情况 那总体来看 从数字上来看 已经是到了一个尾声的阶段 根据5月5日 上海官方发布的最新的消息 5月4日全天 上海本土的确诊的是261例 本土的无症状感染者是4390例 那么这一天 境外输入性的确诊病例是2例 没有无症状感染者的输入病例 那么根据上海的数字 你把它换算下来 在相关的风险人群筛查中 发现的人数已经降到了是34例 这个是整个4月份以来最低的了 现在透过社交平台上的一些声音 确实已经有上海人开着车都已经出去了 有防范区的居民也已经离开小区了 上海浦东新区一位封控区的居民 就告诉民进用追击呢 他们过往已经是4天5天 没有做过核酸的筛查 都是做抗原的自测 这位居民还介绍了他了解到的相关的情况 就是在有一些封控区 那确实还是在做核酸筛查 但是在核酸筛查之前 当地的居委就要求所有的居民要进行抗原的自测 是一条杠 你就下楼来 而且要拿着这个一条杠的检测的结果 给居委会的人员来看 再来安排 再来接受现场的核酸筛查 那如果抗原检测的结果呢 你是阳性或者说疑似阳性 那你得待在家里告诉居委会 居委会帮你来协调 安排人手上门来给你做核酸筛查 所以总体来看 现在核酸筛查的队伍呢 资源还是有一定的保证 这位朋友也还特别介绍 给了一个例子 就是在浦东新区有一个街道 叫做花木街道 有一个小区 那是防患区 小区的居民呢 5月5日出门了一趟 结果呢 就回来以后感染了阳性 所以防患区又提及管理 成为了所谓的管控区 那管控区就意味着要 组不出户了 所以反反复复啊 用张红医生的话来说 仗很难打 奥密克荣他的传播性 确实是非常的强 这个透过前面提到的 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那封感谢信 也能看出一二 根据上海官方5月5日 发布的最新的消息 截至5月4日 整个上海市 共划分了 风控区是11893个 涉及到人口是234万 管控区是20458个 涉及人口数是451万人 防范区48602个 涉及人口数1647万人 那您把这三个数字加起来 总计人口是2330多万 那么上海官方此前一般的说法 上海市的人口啊 2500万 那还有170万人在哪里呢 那就是在转运出去了 要么就是作为阳性的感染者 在方舱医院 定点医院 还有很大一拨人 就是作为密切接触者 给他转运 隔离起来了 这个规模应该说是空前的 比前面提到的预测的最低的那个120万 那还多出了差不多是50万 5月5日关于中国疫情防控 那还有一条消息是有必要议题的 就是5月4日中国的央媒就报道了 江苏省徐州市崔宁县 有个小朋友 一岁半的婴儿 他因为卡到了喉咙 有异物在喉咙里没有取出来 呼吸就困难 然后呢 这个小朋友因为没有核酸证明 就被拒诊后身亡 报道了是大概这个事情 当然这个是家属的单方面的陈述 到了5月5日的凌晨 徐州市以及孙宁县联合调查组 就发布了所谓的调查结果 就显示孙宁县人民医院在接诊后 在患儿未有核酸检测结果报告的情况下 是进行了急诊处置的 并开具了转院转诊单 那么转到了徐州的一家医院抢救室 患儿应抢救无效死亡 所以这个官方的通报 与家属此前告诉央媒的说法 那是完全不同的 家属是坚称孙宁县人民医院 是要看到核酸检测报告 才能够进行抢救 所以可以看到 要不要查核酸这个事情上的 双方的表述是完全不同的 那其中肯定是有一方说了谎 关于这一点五月五日 央媒都发出了相关的评论 就是说这个事儿 虽然徐州官方 孙宁县的官方给出了一个调查报告 时间确实比较的快 一天24小时不到就给出了报告 那么央媒还是认为 事件是有疑点的 还需要公布更多的详尽事实 比如说针对调查中所提到的 孙宁县人民医院考虑到 自身救治能力不够 于当晚九点钟开具了 转院的转诊单 有网友是不理解 不相信 这个话是有道理的 因为孙宁县人民医院 已经是三级综合性医院了 一般的义务卡在小朋友的喉咙里 一些三甲医院搞不定 这样的一个情况 从情理上来讲的 确实是缺少说服力 当然 央媒的评论 没有提到的一点 就是徐州官方也好 孙宁县的官方也罢 又是教练员 又是运动员 还做裁判员 所以这个形式本身 都是有问题的 一般来讲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在上海 因为大量的资源 投入到了对新冠的防控 所以很多老年院 福利院的老人 是已经死亡了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没有做到 所以徐州虽宁的这个例子 之所以引发关注 它就是刺痛人们的心弦 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你到底有没有做到 虽宁县人民医院 是一家黄马医院 所谓的黄马医院 理论上就是不管你是阴性还是阳性 是黄马 甚至是红马 都应该在第一时间来接诊 来救治的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如果最后 在央媒的一个敦促之下 又重新启动了更高层级的调查 果然证明这家医院 要求去给小朋友做核酸筛查的话 那这个核酸筛查 用王思聪之前的话来说 测的不是阴性 不是阳性 测的是奴性和血性 他测的是关于对这个政策本身的希望 失望 甚至是绝望 最后再回到中国疫情防控 整体的一个外界的评价 就看一看 美国白宫 疫情首席顾问福奇 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候的 最新的一个说法 那么显然他也是有备而来 说的是很直接 那么他的说法呢 他就批评了中国大陆的新冠动态清零政策 是过于严苛 也没有呢 去推高新冠疫苗的接种 来配合封城的措施 他认为中国大陆在疫情爆发的初期 妥善处理了疫情 但现在的情况 如同灾难一般 尤其是上海 北京也可能会有灾难性的一个防控的后果 台湾也一样 福奇就特别提到 封城是只可以作为争取时间的 暂时的措施来用的 那么封控封城期间 应该为大部分的人口接种 有良好效果的疫苗 特别是高位人士以及长者的群组 但是大陆接种率呢 对于高位人群 对长者的群组呢 刚好又不高 所以疫苗的效用本身 也不及别的国家好 所以呢 他认为 如果说中国大陆的封城的目的 是为了等待疫情的清零 干等清零 不采取相关的措施 这是不行的 那么其实福奇的说法 也是中国大陆不少体制内的专家的说法 包括护上一些精准防控派 比如说张文宏医生的意见 就是在封控期间 要想办法去解决 如何来接种疫苗 现在上海因为疫情总体的情况是不错 那么一些已经实现所谓是会面清零的区域 在尝试着做疫苗的接种了 王延恩补牢尤为未晚吧 但是其实不少老人士已经逝去了 福奇的声音会被中国的高层听到 甚至是采纳吗 那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中国体制内的专家 其实呢 多有建言 在上海也是同样的情况 其实呢 效果并不好 中国的高层没有能够听得进去 那么接下去就来看一看福奇的判断准不准吧 北京会不会出现灾难性的疫情的防控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